打开消毒仪器 仔细清销摊位各个角落 如此谨慎是因为有邻近摊伤传出确诊 台北市的市场又传出了有确诊案例 现在的这名案例呢 是位在东湖市场的一名猪肉摊伤 目前感染源仍旧不明 他也没有什么走出来外面 他都在里面做事那些 担心担心说回来都不会是骗人的啦 由于东湖市场曾经有确诊者足迹 台北市政府在上周展开东湖专案 造册筛检所有摊伤才发现这名确诊个案 CT值36病毒量低 但仍旧谨慎匡列接触者21人进行裁检 他不太知道自己有生病 因为他太太在住院 所以他其实都有去医院看太太 他的原因应该是算是不明的 市场并没有办法证明说他们的物料 或者是他去批货就一定会传染 至于林口三井奥列 连续两天造册快筛上千名员工 结果全数阴性 但地方政府依旧不敢大意 没有办法做到全数阴中快筛的结果 能够很清楚 我们仍然持续的暂停营业 如果要恢复营业 员工仍需要除筛检的阴性证明 方可入场 后疫情时期 面对有确诊者出现的场所 政府从严处理逐步开放 防止一个不小心疫情又卷土重来 大约新闻中处员李明华台北报道